在确认金融市由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郑文庭 市议员张炳钧及市议员张志浩三能争取民进党提名后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经过党内协调 金融市立委提名初选民调部分 确定将在4月24号到4月26号间 由民意调查委员会委员抽签选择一天举办 金融市的立委初选 定在下个礼拜24到30号 但是24到30号五天之间 一个礼拜之间大概是哪一个时间点 可能是要采取 要民调之前的前一天 会告知候选人 会告知候选人 因为有三家民调 所以在前一天会告知候选人 那么派一个代表隔天到民调的公司去 确切的监督这个民调公司 来打电话 那么用民调的方式 然后再有这个结果 那至于说民调完了之后吧 那可能要到隔天 那么经过中央党部的统计之后 然后各个的民调的数据是多少 然后才会公布 对外才会公布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进一步补充表示 金融市与全国其他五个选区 被分配到初选民调第二组执行选区 4月24号开始 每天上午10点会依序抽出两个选区执行民调 并于当天下午抽签决定执行民调公司 民调执行完毕后 将会在隔天上午开封民调 中午前发布民调结果 正式提名名单 则由中央党部中职会正式通过公告 正式提名后 预计下半年成立总统立委地方竞选总部 四党部方面将全力做好辅选工作 协助民进党提名的总统与立委候选人高票当选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导